书文男主出现后 我将教养好的女主还给他 曾经的乖丽少女长成了大家闺秀 两人郎才女貌 自然再没有我的余地 我骗他说去给他买成北的桂花糕 一走了之 可没曾想 两年后 我收腰回国 刚下飞机 就被人绑进了车里 哥哥 他的声音里透着疯狂 两年了 我的桂花糕呢 哥哥 有人在敲门 我睁开眼 人却还在刚刚的梦里缓不过来 柳如烟推门进来了 怎么还没醒 是昨晚没休息好吗 我下意识捉紧了被子 冷声道 你怎么直接进来了 少女的动作一顿 抱歉 我现在出去 她眉眼弯弯 留下了一杯热牛奶 而我揉着脑袋下床 毫不犹豫地把牛奶倒进了洗手时 而牛奶质地粘稠 时时留不下去 15岁的柳如烟已经很会伪装 这时候的她 最喜欢用人是她新研究的药 这是本豪门旧书文 柳如烟作为女主 从小被父母打骂 童年悲惨 导致性格疯批 表面上却乖巧听话 而我是柳家的养子 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长 长大后见面 被安排住在一起照顾她 第一次见面 她就给我准备了话 可当夜 花里就钻出来一条毒蛇 哪抓的毒蛇 早餐桌上 我像闲聊似的问出了这句 柳如烟神色不变 姿态坦然 哥哥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她比我小四岁 身材娇小 说这话时眨了眨眼 十分无辜 我笑了 起身去厨房端来了一锅汤 也是 你还笑 这是我今早炖的汤 给你补补 说着 就给她盛了一碗 谢谢哥哥 柳如烟笑得很乖 白皮肤 桃花眼 翘鼻阴唇 五官还没展开 就已经极其好看 因为学习的缘故 有很浅的近视 偶尔会带一副银丝眼镜 我看着她喝了一勺汤 哭得笑了 眼睛很适合你 她一顿 哥哥是在夸我吗 那我收了笑 显得你很乖 柳如烟 问你个问题 毒蛇炖的汤有毒吗 下一秒 她就打翻了手里的汤碗 冒着热气的汤洒了一顶 有些许溅在了她身上 我故作惊讶 怎么这么不小心 身上有没有被烫到 没有 柳如烟咬着唇 貌似在忍脉着什么 谢谢 我去换个衣服 你自己吃吧 然后 就气冲冲地上了楼 我坐在餐桌前 漫不经心地拨弄汤勺 果然还小 藏不住事 喜欢研究药 怎么连毒蛇炖汤没有毒都不知道 我跟柳如烟的学校离得很近 我谁大 她谁大副忠 因此 我们通常都是一起去学校 快过来 你要迟到了 我在车上对她招手 柳如烟面上的不爽衣衫而过 又变回那副乖巧无害的样子 我们坐在后座 司机早就升起了挡板 看不见后面的情况 我余光瞥见柳如烟唇边消失地笑 嘴角不由地勾了勾 柳如烟 我护得将头向她偏了偏 低声道 你还是学意不精 她的唇献明得很直 大概是在想我为什么能知道她的真面目 我摸出一个蛇形凶针丢进她手里 笑了 你还笑 藏不住尾巴的 我是在跟柳如烟见面的前一天觉醒的 通过梦境 我看见了所有剧情 因为是救赎文 柳如烟从小被打骂虐待 童年悲惨 欺负我 各种挑事都是标配 在遇见男主前 他会把这个家闹得天翻地覆 直到男主识破她的伪装 救赎她 但不凑巧 我就是当代家长 什么疯批 精神病 通通按照不听话来处理 小孩子心情老不好 多半是装的 打一顿就好了 第二天柳如烟看我的眼神就变了 想原本折服的蛇 对着猎物开始谨慎观察 准备出击 来 吃饭 我依旧笑得温和 如烟 昨天那个汤太意外了 我决定以后还是不下厨了 别这么警惕地看着我 你不怕蛇 他冷哼了蛇 坐下了 我还是盯着他笑 我什么都不怕 真的 柳如烟脸上没什么表情 那我就一个一个试 看你怕什么 好啊 我垂眸 呼得说了段毫不相干的话 我在孤儿院的时候 床上别说蛇 蜈蚣 蟑螂 鼻涕虫什么的都司空见惯 你们家对我很好 我很久没见过虫子了 正好 你要我看看我还怕不怕他们吧 柳先生和柳夫人都很忙 他们两人是家族联姻 一个屋檐下 两颗离得很远的心 都以自己利益为先 柳如烟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共同利益 而我 是他们觉得放心 可以照顾他的那个人 因此 我接到柳如烟班主任的电话 时一点也不惊讶 喂 是柳如烟的哥哥吗 让我惊讶的是班主任的语重心长 这孩子把同班同学打进医院了 惊动了领导 会被处分 老实说 柳如烟是个很会装的姑娘 从小到大都是三好学生 老师同学都赞不绝口 类似于温文雅成熟稳重之类的 就算这小毒蛇是实在看不惯 谁给谁下了长疹子的毒 也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 但这次性质不一样 你为什么殴打同学 办公室里只站了一个柳如烟 那个被他打的同学 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我看见他的照片 鼻青脸肿 身上更是可怕 从小被暴力教育长大的少女 练了一手好散打 这些上一看就是下死手打的 班主任一猛拍桌子 你知不知道你下手再重一点 就打出人命了 柳如烟一动不动 只是面无表情地瞟了我们一眼 那个眼神 莫名让人不寒而栗 是我从没见过的样子 班主任还要继续发火 可就是下一秒 我站了起来 动作比脑子快 老师 让我跟如烟单独说话吧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我们如烟不是那么暴力的女孩子 你为什么要打人 这是我第三次问他这个问题 柳如烟还是不说话 颇为冷酷地转头看外面 无效沟通 我被这叛逆少女气得要死 不说是吧 那爱咋咋的 我走了 你最好能从你爸妈手里活着回来 柳家父母对他极其严厉 常年第一都是最基本的 更别说遵纪手法 一点不顺心地就会把柳如烟打个半死 毫不手软 我扶着额头心里默念 他怎么还没被打扶 你担心我 柳如烟忽然说话了 抬头盯着我 样子很乖 你不应该巴不得我去死吗 我愣了愣 话虽如此 但他终究还是只有15岁 从小经历这种教育 能装成好学生就不错了 真巴不得你去死的话 我早就告诉你爸妈了 我叹了口气 况且 你也没继续往我屋子里丢毒虫了 第二天我带着柳如烟又去了一趟学校 班主任火气未消 还牵连到了我身上 到底怎么回事 柳如烟道不道歉 他爸妈呢 怎么老是你来 你管什么用 那个同学现在都还在医院里输液呢 柳如烟的手陡然捏成了拳 我察觉到 去牵住他的手 安抚性地摸了摸 也没察觉他整个人僵了僵 老师 您该庆幸他现在是在输液 我面上在笑 手里却推过去一个优盘 不然是我的话 我或许会将这位同学打得半身不随 优盘里是当天目睹 全程的女同学录下来的录音 放学后 柳如烟留下来做职日 被那个同学找麻烦 呦 假清高 今天舍得自己打扫卫生 我们还说呢 你这个没爹没娘的东西 生下来就是被卫生工具打的命吧 柳家夫妇低调 不仅不送柳如烟去私立学校 还从未露过面 给他穿的衣服也很旧 制定任务也非常严格 完成不了就是一顿打 久而久之 学校里就传他没有父母 打湿柳如烟的逆铃 最后班主任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绿 而我只是牵着柳如烟的手 冷冷放话 我要求您 那位同学 他的家长都公开向柳如烟道歉 别怪我没提醒您 我们柳家 有钱 低调 但是忌愁 灵溪 柳如烟敲了门 我头也没回 进来 有事吗 他手里拿着几只 还带着露水的白玫瑰 有些支支吾吾 花园里的玫瑰开了 我给你捡了一些插房间花瓶里 我挑眉 回身看他 小姑娘把花放进了花瓶里 白色的花 可是好看 怎么不叫我哥哥了 我忽然开口 刚来的时候 你可是一口一个哥哥呢 柳如烟的样子很不知所措 我又笑 而且 今天的花里怎么不藏毒蛇了 少残害花园里的蛇了 蛇整天被你折腾的也挺可怜的 少女没学过道歉 房间里的新幻的玫瑰 餐桌上热腾腾的牛奶 甚至还有包里莫名其妙 多出来的一张黑卡 你自己收着 我把黑卡丢在桌上 你爸妈就指给了你 莫名其妙出现在我身上 他们看见了怎么想 柳如烟微微抬头看我 抿了抿唇 样子很乖 我叹了口气 我又没记你之前的丑 我也没说我再道歉 青春期的小姑娘一贯心口不一 说这话是有些结巴 傲娇的可爱 说完 她又留下一句 你不买些好看的衣服 都不像大学生 我哭笑不得 于是当天下午 我去了一趟商场 只是在买得差不多了时 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 那是一个俊秀的男人 不经验却让人莫名一不开眼 你好 她的笑里带着打量 男佩先生 请问我的女主被你教养的怎么样了 还给你 我带着一大堆袋子回到家 把黑卡丢到书桌上 柳如烟没接 反而是抬头看了眼我身后的战果 你一个男大学生逛街 也这么能买的吗 我挑眉 你心疼钱了 没 她一开眼 语气呼得变低 你没带保镖 拿不下 可以带个人帮你拿 你怎么知道我没带保镖 柳如烟话语一顿 我没忍住 笑着揉了揉她的头 那下次你买东西 带我去帮你拿 少女脸一红 偏开头 生硬道 下次再说 柳如烟 其实只是个小孩子 有人好好爱着的小孩 最坏能坏到哪去呢 第二天接到了班主任的电话 知道柳如烟的真实身份后 她明显客气了很多 之前的误会 我已经向那位同学的家长解释过了 协商过后 我们决定在今天的升旗仪式上 向柳如烟同学公开道歉 你有空来带柳先生柳夫人看吗 彼时的柳如烟 正在我旁边不屑地听着 我笑了笑 好 我来 她对你这么客气 你那天给她的U盘里 是不是还有东西 她问 我慢腾腾地把手机放下 叹了口气 真聪明啊 小如烟 你们班主任那个失礼 以前怕是没少给你吃苦头 所以我还找到了 她私自收家长红包的证据 一起备份在了U盘里 算是威胁她 柳如烟大概沉默了有半分钟 就在我以为她不会说话时 侧脸忽然传来了温热的触感 知道了 她像是报复我刚刚摸她脑袋一样 故意掐了一把我的脸 也老是叫我小如烟 生气一世上 我跟柳如烟站在最前面 她穿着我买的新裙子 整个人干净好看 十分惊艳 又透着一股子清冷 台上的室内的同学正在念给她的道歉 念完了 还要鞠躬 好像柳如烟是哪个了不起的领导 沾了你的光 未来的刘总 我低声打去道 柳如烟不说话 手却不安分地扯了把我的卫衣一脚 不知怎地 我心头漏了一拍 下意识往台下看 这一看不要紧 没有同学注意到我们 却有别的人 嗨 那天商场里碰见的男主 正挺直地站在最边上 他笑了笑 比着口型 灵溪 做得很好 然后 转身就走 日子就这么不平不淡地过着 柳如烟像每个高中的孩子一样 没什么假期 在家写作业会到很晚 偶尔我又会发现 他偷偷溜去了他配药的地下室导屋 在做什么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事 小心我让警察叔叔 把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走 我把柳如烟堵在门口威胁 这时候的他已经快要成年 个子却踩到我胸口 垂着眼睛不看我 没有一点认错的态度 我错了 嘴上很认真 手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扯住了我的一脚 说什么呢 我莫名身子有些僵 听不见 柳如烟便乖乖地凑过来复述一遍 距离一下拉近 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摘了眼睛 像带了某种刻意的隐忧 可下一秒 我突然把他拽过来 鼻尖碰了碰 他措手不挤 灵溪 我没阴 我把他手腕的袖子撸上去 你这里的瘀青怎么回事 柳如烟已经高三了 与男主的见面 已经过去了两年多 手里是女主的黑卡吧 他对你这么好 那次商场里 他这么问我 按照剧情 他不应该把你虐得死去活来吗 那你呢 你为什么现在就出现了 我警惕地看着他 后退几步拉开距离 男主叫傅喜 一如书里的描写 长相清俊 没有男配的俊美触挑 却自带光环 无论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 当然是 因为我也觉醒了 傅喜笑得很温和 我却莫名跟他难以亲近 灵溪 他咬字很重 我才不想去管叛逆期的小姑娘 我抬眼 你想做什么 别这么警惕 他笑出声来 你知道的 剧情无法逆转 我们都必须遵守 柳如烟以后还是会属于我 你也改变不了 你只是男配的命运 既然如此 你的任务就是替我交好他 也是替你报答了柳家 柳如烟开始躲着我 他不肯说他身上的瘀青 我逼问吴国 也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们陷入了冷战 直到某天 我接到一个电话 对面的声音似曾相识 温和却空洞 傅喜在听筒里笑 两年了 见一面吧 灵溪 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傅喜的身份 除了她是男主 我是男配 以及她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的年龄 我对她一无所知 相反 她对我非常了解 怎么没见你回孤儿院看看 早就入冬 厨务员把热咖啡端上来 傅喜吹了吹杯子 才慢悠悠地问我 还是说 真以为在柳家待了几年 就能改头换面了 不关你的事 我冷冷到 她笑了 你对我一无所知 傅喜对剧情的掌握程度比我高 她不仅知道我的身世 傅喜突然哈哈大笑 她把咖啡放下 声音微冷 她不爱上身为男主的我 难道爱上你吗 跟柳如烟冷战的半个月 我终于有空回了家 我决定去探探口风 问问小姑娘的感情状态 因为这既然是本救书文 那么当男主救赎她的任务 落在我身上时 整个故事就应该改变 引起故事改变的因素 是主角的倾向 我不信一本角色觉醒的书 还能按照既定的轨迹行走 但我也不确定 她对我是否也同样 嘟嘟嘟嘟嘟嘟嘟 但是直到天黑 我也没等到柳如烟回来 打了三个电话也没人接 距离高考只有不到半年 她就算值日也会很早回家学习 今天不对劲 我又想到了她身上的瘀青 抓起钥匙就打算去学校找 哼 可下一秒 大门像是被什么重物砸开 我站在楼梯口 看清门后的黑影石 直直愣在了原地 是柳如烟 刚刚砸开门的 是被柳先生一脚踹过去 砸在门上开门的柳如烟 瘦弱的姑娘 唇角带血 脸色苍白 几乎无力地倒在地上 我还没来得及冲上去扶她 就看见了从柳先生身后 跑出来的复习 她看起来惊慌是错 像一朵无辜的小白花 明消消气 如烟她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只记得复习何事老的姿态 可奄奄一息 躺在地上的柳如烟 再醒来 就是在医院了 你醒了 柳如烟睡了一天一夜 左手骨折 身上多处瘀青 睁开眼时还带着些混沌 就好像下一秒就会碎掉 明明这些日子 我把她养得很圆润了 我抓着她的手心 自己的手却莫名止不住地动 一遍遍地确认她的状态 我去叫护士 别哭 柳如烟的指尖俯过我的眼尾 带出微微的湿润 我竟然没有察觉自己心疼地哭了 你不是 一直 一直都不喜欢哭鼻子的吗 我别开头 吸了吸鼻子 你看错了 她笑了下 又因为带动了身上伤口而撕了声 我问了床头的呼唤铃 等待护士过来 才艰难地问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和傅喜那天谈话的最后 以她的不愉快而告终 临走前 她留下了一句 就算她爱上别人 她也只能选择我 不可能违背剧情 我以为的剧情 是书里强制的机缘巧合 可我没想到 傅喜会是柳先生最满意的联姻对象 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护士走后 我给柳如烟倒了杯温水 用勺子为她喝了点 小姑娘的毛子亮晶晶的 我抿了抿唇 但是你还是别伤到 我心疼 柳如烟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回答 肉眼可见的正了正 我叹了口气 又为她一口 你到底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个同学没有认错 她没说话 我故作生气 又不说 你非要我看见你被你爸打残废了 才肯说吗 气氛静默两秒 她终于说了 那个混蛋 偷拍了你的照片造谣 我从没想过 柳如烟会是因为我 那个同学不服气 但也知道了不能硬钢 所以她察觉了 可以利用我 她披了你的照片 去了那大的论坛 编辑造谣帖威胁我 说如果我不给她跪下 就到处发 因为公开道歉过后 全校都知道了你宰大 你知道我父亲最讨厌的 就是作风不断 看不起以色试人的小白脸 她欣赏你 但也会因为这个 毫不犹豫地丢弃你 把你踩进泥里 所以这两年多以来 小姑娘一直在为了我姻缘 身上有伤也掩盖着 直到前几天 她终于砸了那人的手机 丢了她备份过我照片的U盘 才终于解脱 她把那人打了一顿 用地下室的药剂恐吓她 原本是天衣无缝的 可不知怎么的 柳先生知道了 砸了地下室 把柳如烟打出了骨折 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月 柳如烟留在医院自习 直接去高考 她的手在高考前恢复不了 只好再是左手不是右手 我推开病房门的时候 柳如烟不在 透过窗 我看见外面花园里 副喜推着她在下面晒太阳 柳如烟在笑 两人的气氛貌似很好 我莫名心口紧了紧 别开了头 灵溪 柳先生 我忙不迭转头 低声问好 您怎么来了 不忙 来看看 柳先生看起来文质彬彬 和那天暴力的样子截然不同 我们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楼下花园里的一双身影 这几天你不在 副喜照顾她了很久 柳先生突然开口 富家的小儿子 性格好会说话 比柳如烟看着顺心不止一点半点 他们倒是很配 我打算等她毕业后就安排订婚 我垂眸 点了点头 确实 你跟如烟相处这么久 正好 她毕业 你准备准备 去留学一趟 灵溪 你知道的 我和夫人都很欣赏你 未来的柳家会需要你 但是如烟不需要 一语道破 柳先生其实什么都知道 只是在提醒我 好 我知道了 她走后 我一直看着花园里的富喜和柳如烟 他们脸上都带着浅浅的笑意 她好像从未对除了我之外的男人温和过 原来 这就是男主啊 高考很快结束 结束那天 我带着一束花去接她 灵溪 好像从未笑得如此开心过 我们去吃饭吗 她知道高考结束 她就要订婚了吗 我正了正 手机屏幕突然亮起 是复习 她说 下午五点的飞机 我送你 没关系 反正她肯定不知道 高考结束 我就要走了 灵溪 你怎么又在发呆 这是柳如烟第三次问我这个问题 一顿饭下来 我频频走神 抱歉 我倒了杯水 面不改色的撒谎 昨晚没休息好 为什么 担心你高考 柳如烟笑了 她今天似乎很开心 比以前任何一天都要开心 那今晚你可以睡个好觉了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 为了赶飞机 复习让我三点就走 很快吃完了饭 我和柳如烟站在大街上 因为都生得出挑 频频有人打量我们 小伙子 女朋友漂亮的嘞 买朵花吗 有个卖花的婆婆过来了 我一正 还没来得及拒绝 柳如烟就付了钱 不用 我送她吧 一只就行 谢谢您 再反应过来 我手里已经多了一只 带着露水的白玫瑰 就买一只 我以为她这个阵仗 得爽快的全部买 毕竟也不是没干过 可柳如烟只是笑着摇头 一只 我只要一只就够了 多谁都不行 柳如烟今天很开心 其实我并不知道 她为什么这么开心 灵溪 我们今天去北院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吧 我率先打断道 柳如烟收了笑 我们不是刚刚吃完吗 城北那家桂花糕 我想吃很久了 我逼迫自己对她撒谎 嘴角扯出来一个笑 我一直想带给你尝尝 想了很久 就想在今天 或许是被我装出来的 真诚打动 小姑娘抿了抿唇 点头了 这时是2点55分 转头 穿过对面的大厦 我看见了路边的那辆车 驾驶座上 坐着复习 我手里紧紧抓着一只白玫瑰 坐上了车 复习瞥了我一眼 则 你也就只能带走一只玫瑰了 我没出声 只是靠在后座上 极为缓慢地用花挡住了自己的眼睛 身为这本旧书文理不值钱的男朋友 一只玫瑰 已经足够买断她和我的这三年了 我学的金融相关专业 柳先生虽然为人暴力 但是地位财力都在 让我一帆风顺地完成了学业 从世界顶尖学府毕了业 此时已经是5年过去 我终于有空去银行 看我那张稳定被打款的卡 这是柳先生给我的卡 让我在国外生活用 但我几乎不用 都是自己打零工挣钱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拿出来 以至于我今天才发现 这张卡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钱打过来了 可以看看这张卡 最后打款过来的国内银行吗 银行信赖的职员是个中国人 他对我开玩笑道 有空看看打款来原地 怎么就不回去看看 在国外的5年 我从未回去过一次 不仅如此 为了彻底摆脱柳如烟和傅喜 身为男女主的天定良缘 我还更换了号码 删掉了他们一切的联系方式 这都是柳先生的意思 说白了 除了这张卡 我和柳家貌似没有羁绊 当年的意思是到了时候 他会让人来国外通知我回来 赶我出去 是为了柳如烟和傅喜的感情 让我回来 是为了在我身上的投资物有所值 可如今 我一个通知都没有得到 我决定买机票回国 5年过去 柳如烟应该已经大学毕业 订婚过后一毕业就顺利结婚 傅喜跳过了旧熟阶段 直接和他修成正果 而这时候我回来 真真实实成为了柳如烟的哥哥 他的帮手 收拾东西时 房东阿姨问我 待这么多 你还要回来吗 我思索了一会儿 答 回 但是用想让他们 也跟我回去见见祖国的大帝 说着 就丢了一个小瓶子进去 瓶子里面装着一叠钢花花瓣 是五年前小姑娘送的那只玫瑰 您没事吧 这位先生 刚下飞机 我就去厕所吐了 我晕机 晕车 因此即使在国外 我也很少出门 别说恋爱 社交都很少 我摆摆手 没事 谢谢 拖着行李从机场出来 我站在路边折腾了半天 也没搞清楚国内的打车软件怎么用 一辆出租开过来 我弄得烦躁 索性就上了车 去哪 柳氏集团大厦 您找得到路吗 因为晕机的不适感还没削腿 一路上我都闭目养神 只是刚上车的时候 看见车上放了枝白玫瑰 这让我下意识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司机 竟然是个姑娘 她貌似很年轻 戴着黑色鸭舌帽和黑色口罩 不怎么说话 除了第一句就没有过了 我闭着眼睛靠在后座上休息 直到车子停下 我睁开眼 耳边已经没有任何马路的草帽 我心头一跳 车外的环境莫名让人熟悉 郊区 别竖 看得见了后院的高尔夫球场 到了 那一瞬间 我似有所感 转头 看向了驾驶座 脱了帽子口罩的姑娘很白 趁得眼睛红通通的 哥哥 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从没想过我会以这样的方式 这么突然的跟柳如烟重逢 我早就自我催眠过很多次 我只是这本书的男配 我替傅喜救赎了女主 替她完成了使命 也报案了柳家 于是她再出现 我退场 达成他们的悲结局 这本书就此结尾 而我从没考虑过结尾之后的事 你说的桂花糕呢 柳如烟扯出一个笑来 眼角已经一出泪来 城北那家 在我高考前就关门了 她原来还去找过我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别开头 就以为能漠视她通红的眼睛 别哭啊 曾经柳如烟被打昏迷醒来的那天 她这么对我说 可我却在抛弃了她过后再次回来 把她弄哭 柳如烟 你别 够了 她突然下了车 然后拽开我的车门 从背后摸出了什么东西 略粗暴地把我拉出来 咔嚓 右手被手铐铐住 另一头在柳如烟自己的手腕上 她声音里还带着哭腔 灵溪 你这辈子别想再抛下我第二次 很突然 直到已经坐到了当年自己的卧室里 我也还是有不真实感 右手手腕上多了一圈红痕 是刚刚的手铐勒的 柳如烟看见了就解开了 还恶狠狠地把手铐砸进垃圾桶 坏东西 她在骂那个手铐 我哭笑不得 可在看见她时 又觉得鼻子发酸 她长高了 五年 足够让一个少女变得成熟 柳如烟的头发长了些 带着蟹卷 裙子腰带勾勒出曲线 当年的小姑娘 现在已经亭亭玉立 灵溪 她过来抱住我 从身后紧紧抱住我 把头埋下来 一边蹭一边用力呼吸 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你先松开 她不理我 闹脾气呢 怎么哄都没有 哄来哄去 她就是一句你又要骗我 我无话可说 直到有人敲门 房间里的温情才被打断 我听见那个人叫柳如烟 刘总 那是柳先生还在的时候 助理的称呼 你好 我想问问柳总的婚姻状况 哎 您开什么玩笑 柳总最爱的不就是您吗 您刚回来 可苦了姑娘这么几年一个人 你们应该已经开始准备婚礼了吧 年轻的阿姨一直祝福着我们 我顿了顿 哑口无言 这里没有一个外人提到过复习 五年前 订婚宴已经板上钉钉的复习 原书剧情里提到过一句 所有人都偏爱她 就连做事的阿姨也对她十分喜欢 但如今的状况 阳台往下看 柳如烟正在院子里和助理讨论工作 模样认真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只能问她了 哥哥 吃这个 柳如烟一直在给我加财 不用 以前都是我照顾你的 我顿了又顿 终究是问了出来 复习呢 气氛一时静默 柳如烟没说话 或者说 柳先生 那 死了 这次她打得很快 什么 死了 脑溢血 抢救无效 我瞪大了眼 我的记忆里 柳先生常年锻炼 不应该就这么快地结束生命 他们都怀疑是我干的呢 柳如烟又冷不丁说了句 哥哥 你觉得呢 我 确实 算是我干的 他却十分坦诚 我抿着唇 不知道该说什么 可就在这时 柳如烟忽然笑了 眉眼弯弯 却毫无感情 他又想打我 可那次我还手了 他没打得过 就被我气死了 哥哥 你要不要猜猜 我爸死后 傅喜去哪了 当年出国时 在机场 只有傅喜送我 临走前 他突然叫住我 你猜你回来的时候 我和柳如烟怎么样了 我头也不回 很幸福 他笑了 然后走过来凑在我耳边说 就像那天医院里 你看见我推他去晒太阳一样 那时候 我们应该也是这样一起 推着孩子散步呢 柳如烟没有软禁我 小姑娘不会那样对我 只是不准我离开家 地下室的门锁着 我来的时候 门上的锁不算新 但是很干净 没有落灰 最近应该打开过很多次 哎呦 您怎么来这儿了 阿姨看见我 忙不迭过来拉我走 不肯说 这里不是您该来的地方 柳总最近来过这里吗 拗不过我 阿姨终于点头了 而我离开的时候 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野兽只会听令于 他的训兽师 而不是台上卖弄的主持人 哥哥 柳如烟喝醉了 回来的时候 一身酒气 抱着我不肯撒手 松开 不 松开你就又跑了 我听见他的声音里 带着哭腔 怎么以前没发现 他这么爱哭 我叹了口气 你现在把我看得这么严 我怎么跑 他不说话 我盯着他 心里忽然有了想法 哥哥 听话 我把他抱到了床上 柳如烟没变 喝醉了就变得很乖 我昨天在柜子里 看见了一套男仆装 多半是哪个讨好他的送的 最上面放着一副新手铐 小姑娘长大了可真不像话 抱我过来干嘛 她扯着我的衣服 外套被丢在地上 我把那套男仆装的蝴蝶结 绑在了他手上 漫不经心道 你喝多了 早点睡 柳如烟眼都不眨地盯着我 你爱我吗 我垂眸看他 你爱不爱我都没关系 他突然把头埋过来 我爱你 我只爱你 我要复西滚出去 我不要他们阻止我 现在早就没人能阻止他了 我叹了口气 轻轻地抱住他 谁说我不爱你啊 我顺利地从柳如烟的衣服里摸到了钥匙 他喝醉了睡得很熟 丢在卧室里不省人事 是啊 这扇十几年的地下室门 还是我第一次推开 我以为我会看见复西 可我没想到 我看见的是慢慢一墙的照片 我的奖状 我的照片 我为数不多穿过的几件白衬衫 照片里 初来乍到的我 刚开始熟悉去在花园除草的我 在厨房给柳枝线做饭的我 我知道家里有个阿姨 尤其喜欢给我们拍照 只是我没想到 在我走后 小姑娘一个人守着我的所有照片 将时间定格了那么久 地上有一本破旧的 摊开的笔记本 我捡起来 正对其中的一页 灵溪 灵溪 密密麻麻的 全是我的名字 我在地下室的隔间地找到了复西 这里暗无天日 却连老鼠都无意会鼓 是我 他就坐在那张小床上 手腕脚腕上都是沉重的铁链 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双眸无神 好像被关了很久很久 你是 你是那个 我是灵溪 他短暂地反应了一下 然后 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好好 你回来了 让我走 让我走 他好像忘了 他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主 我只是为他铺路的男赔 故事也没有得到原本的结局 而是走入了今天这个万劫不复的境地 傅喜 你不是男主吗 你的光环呢 他愣愣地看着我 接着 像受到惊吓的精神病人一样 不断地往脚落索 不 我不是 不不不 我不是男主 灵溪才是 灵溪才是 我回忆起那天 终于从柳如烟助理那里打听到的消息 五年前 柳先生意外死亡 接着 傅家的小儿子傅喜失踪 婚约作罢 所以 这不是失踪 是柳如烟 让他不得不失踪 见到傅喜的那个夜里 我又做梦了 时隔五年 我又看见了剧情 可这次的剧情里 什么都没有 没有小时候的柳如烟 没有姗姗来迟的傅喜 甚至没有我 没有一切关于人物的互动 我只看见了三行子 女主 柳如烟 男主 灵舟 崩坏剧情修复中 处罚干扰剧情男配 傅喜 结局提示 爱你所爱之人 哥哥 柳如烟醒了 他像第一天一样 端着一杯牛奶推门进来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只是 他一只手腕还绑着 昨晚我给他套的那半只蝴蝶结 我扶额道 手上的蝴蝶结怎么还不扯 他不好看吗 我一时有脸热 柳如烟牵起我的手 把自己的脸挨进我的掌心 声音很轻 哥哥 做什么我都愿意 姿态看起来最是纯粮无害 可我只是摸了摸他的脸 低声红 那把傅喜放了好不好 他的身子一僵 而下一秒 我把他揽入怀里 因为 我回来了 我不会再离开你了 傅喜已经被柳如烟折磨疯了 因此他也从他口中 知道了我们所谓的剧情 男配 而傅喜欺骗了我们 剧情本来就是被主角书写 于是他才得到了 这么一个自作自受的结局 我不信剧情 他的声音如此坚定 灵溪 不是你 我谁都不要 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到 被坚定回应的幸福感 偏偏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 傅喜已经跟疯子没什么区别了 时而仰头大笑 时而嚎啕大哭 智商犹如三岁小孩 柳如烟把他丢去了福利院 让护工带着他做事 送他走的前一天 我们正在筹备订婚的事情 你怜悯他吗 柳如烟问我 我摇了摇头 他不值 这五年 是他一手造成的 所以 他的下场 不叫可悲 叫活该 我们订婚的那天 柳夫人从寺庙里回来了 柳先生死后 他像是突然顿武 直接搬去了寺庙里 说要给他赎罪 小时候柳如烟受到的虐待 他其实都知道 灵州 过来 柳夫人在我手心里 放了一个镯子 他笑 恭喜你啊 下一代何其可悲 所以柳先生把满腔怒火 都发泄在柳如烟身上 而只是女配的柳夫人 罪孽身后 如烟的的未来 就交给你了 哥哥 柳如烟抱着一束花 这次不是白玫瑰了 是最热烈的红 都订婚了 怎么还叫哥哥 今日别墅花园里热闹一场 那个众人眼里 总是殷勤不定的刘祖 今天好像换了人 眼角眉梢都带着笑 我不知道 小姑娘一直在笑 你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也是叫你哥哥吗 知道啊 你还给我丢毒蛇 柳如烟低头凑过来 那今天 就是有始有终 从今往后 不叫哥哥了 叫未婚夫 可以吗 当然可以 今天的太阳暖轰轰的 好像我们这拙人的喜悦 都感染了白云 我低头 虔诚地给柳如烟 戴上了订婚戒指 他笑着问我在想什么 在想 真正娶你的那天 会是什么样 在这草长阴妃的日子里 我们的每一天 都像在虔诚的诉说爱